那我跟你讲就是 他说的这一声直我就更来气了 你知道我俩就是每次能见面的时候是什么吗 我能见到的时候就是他去应酬 然后喝醉了 然后给我打电话 或者是要去喝酒的路上 给我打电话说 我去哪哪哪了 然后等你那什么有时间过来接我一下 我觉得我俩现在的关系 根本就不像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而是我是他的用人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特别生气啊 你怎么都不回应啊 因为他做错了呀 因为好多事都是自己做错了嘛 然后 做错了你也知道做错了 那你知道做错了 那为什么我 你也不是他妈 你别数落他了 咱说事 但是我心里有怨气啊 行接着说 你说我在医院上班 我护士我就是三班倒我有夜班 有时候我下夜班 我想让他去接我或者去送我的时候 他都不乐意 那你说你喝醉的时候 我他不是要陪客户吗 我不可能今天去接你啊 那你陪客户 那我也上班呀 那我不是说要让你打车回来吗 是打车性质一样吗 后来有一件事他跟我说 你辞职吧 我说为什么要让我辞职呢 他说他在公司 有点就是过得不顺心 有点受排挤 我说那跟我辞职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他跟我说 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了 然后我比较看好宠医啊 是你是说 你是刚好是学医的 然后我刚好让你去学 是我是学医的 那我不得去学习这东西吗 他就跟我说你辞职吧 然后咱们就是开个宠医院 宠美容之类的 当时我就心想着也行 然后我就去学习这些东西 结果到后来他跟我说 不想开了 因为公司老板给他加薪了 然后也给他处理了一些 就是同事与同事之间的那些矛盾 我后来跟你说了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做的 但是我是公司加薪了 我在从公司里面撤离 这样肯定是很不好 因为从医院咱俩的资金 还不是很到位 如果说到位了 我不开吗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你每说的一句话 我都是放在心里的 而且他跟我说道歉 每次又特别敷衍 哎呀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改 然后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 你信了吗 电视频 啊 dj no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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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就是和他在一起 他也没说要跟你分开 今天你是来分手的吗 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 结果现在呢 周杰 各位老师看看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券 其实最容易受伤的还不是那种 喜欢去攻击人的 也不是那种特别硬的 最容易受伤是遇到那种软巴拉鸡的 也不跟你说实话 你跟他说什么他就顺着你说 你听着吧 你都顺着我说 那就我想的是对的 然后你又看生活里面又蛮不是那么一回事 最容易受伤是遇到这样的人 就我挺担心你遇到这样的人 真心我感受不到 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感受不到 这个男生除了喊几句口号之外 他究竟爱你表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确实感受不到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 一个姑娘跑来说我要跟你结婚 如果这个男生真的要娶你要爱你的话 那至少他会和你过年一起回家吧 去你爸妈面前跟你爸妈说一些什么 至少他要把户口本送回去 他得亲手送回去 也不会让你去面对你爸妈对 这是关心一个女孩正常的反应 这是一个 第二个姑娘我觉得你特别缺爱 就你那种表现出来那种咄咄逼人 可能别人看起来说 哇这个姑娘怎么那么厉害 但看在我眼里的话 就完全是那种 哇好缺爱你快点把你的爱给我 那种感受 有时候不是你铺上去说 你把你的爱给我 你就能得到爱 冲得太快了 我叫你让你去富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如果你爱他 既然他一直在说我为了你而来北京 那就去好好地努力地和他谈一场恋爱 我们如果能成功就在一起 如果不能成功 那对不起 我努力了 但是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也没有人会指责你什么 可是现在这种情形 谁看了不想说你啊 你爱就好好爱 不爱就告诉他 放过他 而女生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愿意跟自己较劲的人 较劲其实有好处 当我们较劲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 那可能会收获一个成果 当我们较劲一个错的事情的时候 伤的就是自己 他跟我网恋不行 我得成为现实的感情 他跟别人好了不行 我得等他跟我好 我得跟他领证 我得跟他结婚 我得怎么怎么样 全都是在跟自己较劲 请珍惜我们的青春年华 好不好 不要跟自己较劲 如果你觉得这段感情 你明明看到了他的不负责任 你明明看到了他对你的不够爱 不够努力 还这么较劲 伤害的只有你 我劝你把户口本还回去 回去看看父母 好好想想自己真正应该拥有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不要再调劲 好吗 谢谢 其实男生很明显 你根本不爱他 我吃完了 好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2 我 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